来 让我们请出求职者 邓李丹 三十九岁 中央民族大学 音乐学 硕士学历 在座的各位企业家 主持人你们好 我叫邓李丹 我来自湖南怀化 我是一名幼师 很开心来到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大卫老师您好 欢迎您邓李丹 他这一出场 我看起来特别亲切 我们俩是校友 中央民族大学的 老师我是土家族 土家族 我是达沃族 而且你的那个音乐系 就在我们美术系的对面 所以我们俩应该是 特别的亲切看到他 邻居 校友 对的 校友加邻居 你们家乡的时候 什么样的节日 穿这么浓重的服装呢 一般是在比较浓重的节日 过年 还有端午的时候 花农粥的时候 我们也会穿 出嫁不穿这个是吧 出嫁肯定更要浓重要穿 但是出嫁的服装 它的那个首饰啊 它的那个饰品 就更加漂亮一点 然后也会更加高 帽子会更高 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一句话 瞧得酷 抱得满 不怕死耐得烦 这是湖南常商话 湖南人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吃得苦 罢得满 不怕死 耐得烦 罢得满 就是说 我可以一直一直的 就那么一直的去干这一件事 有韧劲 对 有蛮劲 就不管结果怎么样 反正我就死命地去干 这不叫轴吗 对对对 就是轴 然后耐得烦呢 就耐得烦 就是说 不管他怎么 我失败了多少次 我还得去 还得去干他 还得去做他 一直做到这件事 到我自己满意为止 就是不抛弃 不放弃 对对 也耐得住寂寞 对 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毕业之后做的第一份工作 是什么工作 是业务员 因为我毕业以后 我就去了深圳 因为那时候 我们有好多同学都去嘛 就说南下深圳 然后因为学音乐的人 他比较爱好自由 尤其像我这样的 我特别喜欢自由 如果要去小学的话呢 他要做班 所以当时深圳 有福田区的 有几个小学 要我去 我就不想去 后来我就去 应聘了一家公司 然后它是一家 专门做计算机系统集成 就是做监控的 做安防系统的一家公司 但是 其实中央民族大学的音乐系 在整个这个行业里面 是非常有名的 您怎么就是 如此大的一个跨行 从学钢琴的 去做了安防 而且还干了五年 对 还不是说浅尝辙止 对 而且还是一个音乐硕士 而且还是做到了项目经理 大老师是因为 包括郭总 是因为他的时间 他是03年到08年 做的项目经理 13年到16年 在中央民族大学 学的艺术 他是进修 中央民族大学 不是 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 正规的 全日志的 全日志 对 你本科呢 所以本科是哪个学校 让他回答吧 您本科大学是哪一所学校 湖南棘手大学 我学的是钢琴专业 所有的人都觉得 我跨度比较大 是吧 那你 而且您一干还是五年 怎么能干这么长时间 是什么 就是喜欢吧 就喜欢自由 因为我去跑业务的话 老板不管我 不用做班 对对对 不用做班 我就喜欢的这一点 做完五年之后 离职的原因 写的不是自己的专业 你当时入职 就不是自己的专业 这会儿怎么到 五年以后 想起不是自己专业了呢 因为那会儿 毕业的时候 刚很年轻嘛 总觉得有一股闯劲 觉得自己应该去闯一闯 但差不多快五年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 干项目经理 干得也差不多了 我觉得应该还是 心里放不下那个舞台 就是自己喜欢唱歌 喜欢音乐